今天我来替客户做海边全新的大毒洞收房前的房屋检查 新房的房屋检查要注意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Grace Liu 这个是第二栋海边的大毒洞要收房了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已经把所有的橱柜和抽屉全打开了 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因为它来修的时候,它可以看到哪个地方标记的有问题 这应该是GFCI 刚才我是在问工作人员断电保护开关的问题 所以第二点就是,大家有问题可以尽管的问 因为一个问题有可能会牵扯出更多的问题 咱们正好看一下这个院子 怎么样,这个院子过不过瘾 这么大的一个院子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细心 因为像这个墙啊,或者说其他的地方 它都会有这种碰漆和磕碰的问题 像这个芝麻粒这么大小的 那咱们也要求它去修好 这个就是将心比心了 本着对客户负责的一个态度 然后它这个带了大冰箱 冰箱呢,咱们要打开检查 比如说它的绿心有没有被正确的安装 甚至在冰箱接胶带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会有残留 这个咱们都可以要求它去清理 要给客户很好的一个居住的状态 所有的开关啊,灯啊,咱们都要测试 包括这底下有没有漏水,水痕 水龙头啊,马桶啊,安装的结不结实 这个它万一坏了,其实也是蛮麻烦的 不能怕费事,这个就得一个一个的检查 因为有时候要想一下工人做活的时候 它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 你看这个芝麻粒大小的地方 这个也是要修的 当你进来验房的时候 你跟这个开发商的工作人员 就是一个团队嘛 这个时候大家就是分工合作 所以呢,一开始的沟通 对后面的这个验房很重要 咱们检查到二楼了 这里是二楼的客厅 坐这行时间长了 对不同的开发商 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 其实心里都清楚 像这个呢,就是接缝的地方 容易出钉子 所以必须蹲下 用手一点一点的摸 这里呢,咱们是测的 它的这个热水 整个这个门的门把手啊什么的 这个也都是要测 后面有没有缓冲器啊 这个都是要检查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洗衣房 这里有一个小磕碰 把它修好 洗衣房的重点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煤气管 还有这个烟道 它这个位置如果不合适的话 你烘干机是没法装的 包括它这个烟道 有没有反向吹风 甚至包括洗机的接口 几乎每个开发商的窗台呢 都容易机灰还有磕碰 因为它装窗户的时候 它不会非常的顺 所以呢,这个地方要重点的关注一下 就是要补一下漆啊 要补一下磕碰之类的 观察这个的时候 如果正向观察不行 可以侧过来观察会比较好 像这种小的磕碰的地方 都让它修好 如果是二手房呢 就需要关注更大的方面 和不同角度的经验 然后不同年代 不同结构 不同地势的侧重点 都是不一样的 甚至要在买房前预判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